就这些 他爸都不给他买衣服的吗 而且租房子 怎么不租一个大一点的呀 这爷俩住这儿 会不会太小呢 你爸妈呀 陆叔叔和大概也许可能是他的校友 你这小孩说话 我怎么没听懂呢 陆队来了 我打个招呼 人家培养感情呢 他们在帮你收拾行李 帮你搬家 这些年 西里方能收拾照吧 关门干吗呀 外边孩子看了 误会了 关门好说话 他父母离婚了 秦宇争取到儿子 但是他内心觉得耽搁了小男的妈妈 给对方补了不少钱 这样啊 他现在养父母 还要养儿子 不敢怎么花钱 衣服我收拾好了 书你熟悉你收拾吧 我先出去了 我们数号天长地久却终要走散 等到慢慢放下抵抗任时光流转 不曾像爱情伏逊里寂寞难 那梦 我爸说他 今天晚上不回来吃饭了 知道了 让我看你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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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出去了 不然孩子误会了 出去 这样更误会了 郭乔阿姨 你们怎么认识他 校友 还真是校友 我还以为是借口呢 他最开始叫陆成 后来改名字 加了一个言 知道吗 难怪呢 难怪什么 那天在天主场 教授用陆成 我还有点奇怪 我们虽然是同校 但是一开始我也没见过他 就老听说 高三有个叫陆成的 长得特别帅 后来呢 大人的事不许追问 哥 你去哪儿啊 我陪你打一句 你这座业下午了 终于有心情活动活动了 你这座业下午了 我打不过你 我用左手 规则是谁先青台谁赢 这么一说倒是胜率很大 我开 当然了 神哥都让你到这份上了 还能不先让你开枪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知道 小姨子 来 哥先去见面 揪着她 来 见面好了 看给我小姨子瘦了 来 俩的啊 挑大的 来 来 老板 来个煎米 好嘞 请稍等啊 来 帅哥 你煎米 来 给 谢谢 客气什么呀 我以后都办你啊 车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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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尝尝 尝尝 你这手艺太可以了 那当然了 不着急回去吧 我现在过生日好不容易大家聚一次 要不然不敢耽误你学习的时间 不着急 今天星期五 行 那就好 尝尝吧 陆陈手艺可好了 嗯